一家的路边还天天都在期待 I love you I love you 是最美的一句对 I love you I love you 是我最想要的爱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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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美的一句对 I love you I love you 是我最想要的爱 I love you I love you 是最美的一句对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好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来参加 郭雪芙乐福 love的EP的记者会 我们这位大事女神呢在这段时间 非常的用心在做一些新的进修跟学习 因为今年呢可以说是郭雪芙出道十周年 那么加盟了宽宏艺术之后呢 也在为这让EP做很多的锻炼跟准备 今天终于要交出成绩单 那么十周年呢除了有EP之外 他还会有生日会 还有呢就是写真书 今天一并的我们在这记者会呢 三合一一次为大家报告清楚 让我们欢迎大事女神郭雪芙登场 欢迎雪芙 哇刚刚看到这MV真的是赏心悦目 美得不得了 来雪芙现在中间拍几张照片 给媒体朋友大哥 谢谢 好摆几个美丽的pose 这个歌曲呢非常有夏日的气息 在法国的南法 有些地方可能我们一辈子都去不了 但是透过郭雪芙的演绎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法式的浪漫 而且也可以看到这次啊 真的是不惜重金血本来打造这个MV 整个画面呢充满了夏日的气息 颜色空气都非常的透亮 当然还有就是女神的演出 还有韦里安的创作 也都让我们感受到赏心悦目这四个字 就在这个MV跟歌曲里面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焦兰公司 焦兰幻彩流星室内香氛喷雾 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小礼物 非常谢谢焦兰 因为呢这次呢焦兰特别邀请郭雪芙到巴黎的总店 来拍摄相关的形象美照 也让我们代言满满的郭雪芙呢 又有更多的代表作 那么当然在结束了巴黎的拍摄工作之后呢 我们就去了南法做这个MV 还有相关照片的摄影跟这个拍摄工作 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整个过程呢有很多很多难忘的回忆 待会让雪芙亲自跟大家报告 所以再次的感谢焦兰的赞助 还有焦兰的小礼物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谢谢 来我们让雪芙跟大家正式的问好 来跟各位媒体朋友问一下 雪芙你今天有点性感耶 我看你这裙子是半透明的 对 你不要吓我啊 我碰过王思佳之后 我现在都很怕这种事情啊 什么啊 上次啊没事没事 好哎 anyway我们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尤其是我刚刚讲到 我们先从EP聊起好不好 好 因为这次十周年 你有好多的纪念的企划 比如说维里安老师 对 这位金曲得主 对你的表现怎么有什么评价吗 评价 其实他一开始有跟我讲说 他以为就 就那样 是 但没有想到真的到录音室之后 他觉得 哦原来你的声音是可以 可以表现的 可以雕琢的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 可是其实他一开始 在赞美我的时候 我就说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他太客气了 哦明白 我就说我不相信 叫我经纪人出来 是 听听看 是是是 大家一起表达意见 比较公平一点 对 要只听他一个人的 对 觉得他人太好了 是 确实这个维里安很常常讲一些场面话 但是呢我相信 我相信 因为我告诉你哦 其实音乐人是很跟的 今天你要他教一个作品出来 即使不是他唱 他也会视如即出 所以这个最后谁唱 唱得好不好 其实他可能比你还在意 你懂不懂意思 有 他其实在录音室里面是蛮严厉的 对啊 他这个声音跟他私下 可能在聊天的过程中 是不是 不一样 因为那是他的孩子 他现在把他还脱钩给你哦 对 OK 不过雪国的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真的是很清爽 很适合夏日听的一首歌 没错 还有这个MV 我刚刚看到有几个特色啦 比如说第一个 头发比较长一点 哦 对 你很少有比较长的 说过肩膀的 就是我梦想中 我可以是长头发 真的啊 可是你进演一去 我们大家印象 过雪国都是短发俏丽 怎么会这样 因为可能我长发就像路人吧 也没有那么夸张啊 还是很萌 还是很迷人 还有就是说 我看到一些画面 我们看起来是很轻松愉快 但我相信拍摄的时候 这个季节是什么时候 这个季节上 算是春季 那这个欧洲应该还是蛮凉的哦 超冷 大概是多冷的状态 差不多10度 所以也就是说场外的工作人 应该都是穿着大衣 他们都穿羽翁服 可是你却穿了一个洋装 因为我第一天 我就穿这一件 Oh my god 然后我就觉得 我天啊我超冷的 然后大家 所有人都穿得超厚 我就很想哭 所以这就是拍摄的这种 不为人知的心酸 对不对 为了美 对不对 OK 然后还有就是为了美 再危险的 悬崖断壁 都得要站在那里 我刚看到一个画面 我个人是蛮害怕 你分享一下 可是那景真的超美的 是 然后当下走过去 大家说要小心 因为那掉下去就拜拜了 当然 那里是不可能有防护的吗 对 完全没有 然后呢 所以我们刚好 那个导演有用一个椅子在那边 所以 摄影师希望我可以自在一点 然后就是在享受 然后怎么躺 或怎么坐都没有关系 我就说 那 因为他要求我坐在椅背上面 坐在悬崖边的一个椅子的椅背上 对 我说这不会掉啊 他说非常艰固 是导演吗 导演 导演 导演那时候还没到那边 摄影师 那你就跟他说三个字啊 你先来 你先试试看啊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危险 没有 他就跟我保证完全不会有晃动 我说好吧 那我就趁在空拍 因为大家都离我非常远 我就坐上去 坐上去有大小我尖叫 为什么 因为我往后摇 那当然因为椅背嘛 对 所以我快下着了 我往后摇 我立刻坐下来 然后椅子才定下来 OK 如果整个翻过去 我可能就这样滑下去了 哎我的妈 而且站在那个悬崖 不管是坐着或站的 那你的风是不是也相对大 有非常大 对不对 而且他还要求我 就是坐在那个悬崖一边 脚悬空在下面 我说我没有办法 我光看我就已经脚底下了 已经流汗了 是 所以你看这些美丽的画面 每一秒都很珍贵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女明星出征 那个行头是不得了 你看像我们男艺人 就是身边跟着两个人 就差不多 刚刚郭雪佛从这边出来之后 后面大概走了七八九个人 你们一定要搞这么多团 对吗 所以你的 你们这样大队人马去南发拍摄 应该行李也不得了 超多 我们要从巴黎 然后搭火车到南发 我们行李就有二十几个上下 是 我们当下我们非常紧张 很怕火车走 火车不等人 然后那行李如果上上下来不急 他就不管你的 而且那边非常多的旅客 所以我们就有点像输送袋 是 就一个接一个先丢上 包括你吗 包括 大明星也要帮忙 对不对 输送袋 全行李 大家是平等的 对 赶快把行李送上火车 好这些都是拍MV的花絮 但你还是可以告诉我 后面跟了八个人 他们分别的工作是什么 可能有装法师 装法的助理 服装 有经纪人 好啦OK啦 大事女神 需要很多人这个照顾 那么这次呢 我们也拍了写真书 也是郭雪芙很重要的一个个人的新作品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听说你有艳遇哦 哎呦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尺度到底是多大呢 我们还不知道 但据说有艳遇哦 我们透过这个抢先看 六月才要发行 对不对 一批写真书 那现在 七月写真书 六月一批 OK 好 我们来看第一张照片 好 这就是你 我的艳遇 艳遇的对象 有一种野性美 而且他 他还画 他画脸谱耶 他超可爱 刚好是他的生日 这是法国的小孩子吗 对 他生日 他生日 然后他的妈妈就带他出去 然后他就是表演给我们看 他是小老虎 哦 他扮演小老虎 对 这种不用去法国拍 我爸家这样就可以了 你那么麻烦干嘛 那不找一个 你找一个小朋友 而且是画一个老虎 根本看不清楚样子的 可遇不可求啊 好吧好吧 好可爱 哎 讲到生日啊 你的生日也快到了 对不对 对 好 待会也聊一下 好 来 下一张照片 这是另外一个艳遇的对象 对 艳遇对象 他叫鸟咪 他是移民到法国的猫 什么意思 他是台湾的猫吗 嗯 然后移民到法国 对 哦 所以他到底是听法文 法文还中文呢 嗯 你刚刚公布 应该都有吧 你自己也养猫嘛 对不对 对 自己养三只猫 其实刚刚在MV里面 也有看到一些 你跟他的互动 应该是相对来讲 很轻松吧 因为我们一般拍戏啊 最怕的就是小朋友 还有动物 哇 你这次全拍上了 因为那时候其实拍摄下来 会觉得哇 我一直在拍照 可是他来的时候我肯养的开心 我就说啊 那我可以跟他玩 啊 很疗愈的感觉 对 超疗愈的 看起来互动非常好 请期待我们这个写真书 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各种的照片 好 谢谢 大一幕可以回去了 这个讲到写真书呢 你也特别跟我们讲一下 它的 比如说主题是什么 因为一本书除了美之外 我们在翻阅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调性 或者说是概念在里面 嗯 这本书对我来讲是一个退变 一个转变 转变 对 那它有分前中尾 好 什么意思 跟香水一样 对 跟香水一样 然后可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是 然后都是在法国拍 也是在法国拍摄 是没错 哇 这个是很令人期待 就像我刚刚讲 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 但透过这些明星的演绎 我们可以去到不同的世界 是 还有什么难忘的过程 在这个拍摄的MV也好啊 写真书也好 难忘的过程 我记得在拍摄 因为拍摄地点是都已经找好紧的 对 然后我刚好在走路的过程之后 有经过一家火腿店 天哪 你竟然记得 因为那个 因为我很爱吃火腿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后台不是说 你怕我也会忘记吗 对 因为唯一想起来就是火腿 对 所以我刚刚用眼神 你一直在用面秘传递火腿店 火腿店的讯息 很棒 他记得火腿店 那火腿店的故事是什么 你要自己说 就经过火腿店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可以看一下吗 为什么 想逛一下是不是 还是好奇 因为那火腿做得太精致 而且就是 每个都看起来超好吃的 欧洲人就喜欢吃那种干的火腿啊 深的冷的火腿啊 因为我没有 到那边都是工作 没有特别去哪里逛 我说拜托 可以让我看一下吗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顺便再拍 然后刚好有个法国的男子 他就非常的热情出来 然后问我说要不要吃 你长这样他不热情也很难啊 他就先切了几块给我吃 然后还给我一杯Shot OK 然后我等一下 我说我要喝吗 现在我在工作 是 然后大家说没关系啊 一小杯OK啦 一小杯就喝了 就很开心 然后开始逛起来 然后就买了两包火腿 对 所以你这次去就忙碌的过程 只去了娇男总店跟火腿店 你的Range好奇怪 OK 不过这是一个难忘的回忆 你碰到热情的法国人 是吧 那这个这个男的帅吗 这个男的 不行忘记我只在看火腿 还有这种事情 好 这就是非常天真的 郭雪芙 那我们刚刚讲到 今年在六月的时候呢 他的大岁数要到来了 岁数 这个今年六月三十号是不是 对 六月三十 你要满几岁的 三十 哇 三十号满三十岁 三十而立 女神也是会老的好难过 对啊 大家都会老好吗 我以为你永远都是二十二二十四 怎么可能 但是看不出来啦 看不出来 你自己有什么感触吗 因为对很多人来讲 这就是一个大岁数要转变吗 感觉对我来说就是 三十岁了 感觉要做点什么 对 所以这一次才会有这么多的作品 要跟大家见面 对 包括像生日会 大家帮我们宣传一下 明天正式开始漏票 大家可以跟雪芙做近距离的交流 跟祝福 对不对 对 还有就是EP 还有就是写真书 对 感觉你这个月 这个夏天你是就是蓄事待发 要全力冲刺 就感觉三十岁要做点什么 所以就都在今年 加油 好 那我们唱片公司 为了要迎接这位女神的到来 不能只有这么多福利 众师打造MV 我们要给你一些考验 OK 考验 对 从今天开始你的宣传期起跑 对不对 来往前站一点上道具 我们要让郭雪芙 自己来决定自己爱的命运跟轮盘 这里准备了七个选择 待会因为你三十岁 我们就转三次 好 然后看看你所自己抽到的命运是什么 那上面是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好不好 加油 这个因为他是完全不知道里面的内容 所以好玩就在这儿啦 看看工作人员 平常你对他们好不好 他们对我很好 OK 那你对他们好不好 就看看待会的选项 看看是要疼爱你呢 还是要整你 OK 来 自己转一下 好 用力的给他转起来 这样转吗 对 用力转 好 好 郭雪芙 宣传骑骑骑跑爱的命运轮排 第一个选择的号码是 一马当仙 一号太好了 是一号 来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抽出 一号的牌就是 招待员工 极光之旅 我的妈呀 好 走啊 你也没有概念 等一下你也没有概念 这个很贵的 真的吗 一个人大概二十万 准没有概念 我们人有多少人 标本 我刚刚说的嘛 后面至少七八个 限额两名 限额两名 天啊 这个是最好的 里面应该说对他们最好 建立的开机 有心理准备 好不好 加油 好 那我们就玩到这里 因为其实里面都是同名的 大家好开心哦 怎么会这样 因为里面都同样的 就有目的达到就好了 那我们今天结束了 拜拜 好吧 再来一个 这个是对他们好的 因为他们很辛苦 这是命运的 没想到 老天要你记得回馈你身边的人 是 OK 好 第二个来 再来一个 第二个选择 来看一下 夏威夷之旅 夏威夷都算便宜 极光比较贵啊 好 好 下一个 火星之旅 火星 进去参观火星情报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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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号 来了 哎 哎 又又动了 又动了 就二号了 二号 来 worker 来工作人ży帮我们刹一下 请问 它所抽到的是什么 娃娃音撒娇 翻白眼 为什么 这很难吗 这女生对这个很OK 没有因为之前有一个拍摄 然后她也是要 我就娃娃音 我完全找不到娃娃音 你没办法对不对 有些人就是 就没有办法 就是 在后面我有想到 留开 可以學那個花莉鼠 OK 好 那妳就用娃娃音呼籲大家支持妳的這一系列作品 預備 Action 好尷尬 加油 娃娃音 花莉鼠 好 花莉鼠 娃娃音 Go 拜託大家期待一下我的作品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謝謝 可以的 過關 這個已經是她的最大極限了對不對 這已經是 這已經是她最 你們笑得太大聲 我聽到了 就是她在笑啊 這已經是郭雪谷 因為她其實是女神的外表 但有一點漢子 就女漢 叫她做娃娃音 可是妳養貓耶 妳對寵物不會說 妳貓叫什麼名字 Pupu Mini 對啊 Pupu吃奶奶啊之類的 啊 吃奶奶 小貓吃奶奶啊 對啊 沒有對牠們我可以 然後對小朋友我可以 了解 但就是要不要公開很尷尬 好 再來一個 好 目前為止都順利過關了 我們宣傳期一定會很順利的 還有一個 好 請轉 來 自己轉一下 感覺沒有什麼福利啊 有啦 有啦 真的有福利了 但妳都沒有抽到 好 我們來看看 最後一個會不會是 好康耶 來 給學服加油打氣的福利 好 娃娃音 撒嬌 你稍微動一下 因為牠整得太重 所以牠到了這邊的時候 牠就又玩了 有 了解 那今天就是7吧 妳自己選 妳要選7 等一下 6好了 6吧 妳要選6 6 確定 好 確定 6 有很恐怖的喔 有很恐怖 我提醒妳喔 這不夠恐怖嗎 沒有 有一個更恐怖的 就是請妳把外紗脫掉 妳確定嗎 6號嗎 這樣不好吧 不會啊 為了板面嗎 不拚了 哇靠 好啦 6號 沒有啦 騙妳的 好 6號的選擇 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 接近了 蛤 挑戰 我沒有蠻腰啊 妳沒有蠻腰嗎 妳聽說最近妳有努力在瘦身啦 對 有在瘦 對不對 有努力在瘦身 來 我們量一下 成果如何 這應該全部都整我的吧 照理說她應該要擠腰還是標準呢 妳自己認為 擠腰嗎 女孩子妳認為20 32 多少 32 32 妳不要亂講 她上次是我的 不可能23 來 妳稍微側邊一點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多少 20幾 我會吸小腹 還要再吸一點喔 極致 極致 再吸 不要再吸 一再吸 這樣感覺屁股很大 對不對 好 多少 那23 OK嗎 可以的啦 23可以的啦 這要我命 真的 這個還可以再瘦嗎 公司有希望妳再瘦一點嗎 他們希望我可以 就是 那個比較有肌肉一點 然後結實一點 OK 好 不過我覺得還是健康最重要 對 現在狀態已經非常OK了啦 好 謝謝妳 我必須要說 妳的命運真的很特別 因為這裡面其實有兩個 就是再轉一次 那就會很浪費時間 結果沒想到妳直接就把三個翻牌 順利的結束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好的 謝謝 好 來跟轉台拍照一下做個紀念 來 謝謝 麥克風幫我們拿一下 請大家幫我們多多的宣傳 我們這次有重要的活動 包括了 EP 在5月30開始預購 6月26正式發行 6月30號 郭雪芙I love you生日會 同時還有第一本個人寫真蛻變 7月4號全家福利商店獨家預購 7月13號全省預購 然後7月26號正式發行 簡單說整個夏天都是郭雪芙 請大家多多支持 也歡迎所有雪花們 也就郭雪芙的粉絲明天 記得要買票來支持我們的生日會 好 這次生日會呢 也有一些細節 我們有一些那個特別的圖騰對不對 我們要看這個圖騰嗎 不用看 我們下次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卡 拿著這個拍好了 好 謝謝 好 這是我們的生日會訊集 其實大家在外面可以看到我們的投影 很特別 有雪花 好 那個轉盤可以先測 謝謝妹妹 在外面我們看到的雪花 大家待會可以去拍一下 那個雪花是有6個符 郭雪芙的字所組合出來的一個雪花 也是送給所有的粉絲 雪花粉絲們的一個符號跟圖騰 代表大家一直在這裡努力的支持 郭雪芙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 最後再請雪芙跟大家說幾句感謝的話 這一路走來十年的出道 三十年的人生 最後有什麼話跟大家分享 有 有 好 在這裡要謝謝來現場的各位 然後也非常感謝我們的幕後團隊 因為他們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也希望接下來一連串的活動 還有我的EP 我的生日會 還有我的書 大家都會喜歡 謝謝 好 加油郭雪芙 謝謝大家 大哥還有補照片嗎 還有補齁 再補一點嗎 好 OK 來 我再幫你拿麥 來 麻煩雪芙 謝謝 好 請大家多多的支持一下郭雪芙的系列作品 也謝謝觀光醫術啊 還有我們嬌蘭大力的支持 讓他能夠被更多人看見 不管是靜態的 動態的 聲音的 影像的 請大家多多幫我們宣傳一下 非常的辛苦喔 在這個氣溫十度上下的法國 哎呀 這個拍美麗的MV 然後還要跟最麻煩的動物小孩互動 真的不簡單 在整個貌似拍攝的山崖的畫面 過程裡面也看得出來 雪芙真的很勇敢 是個女漢子來的 不過最重要的是 要把最好的畫面呈現給大家 好 這次呢 也感謝大家到來 請大家期待 我們以香水為主題的寫真書 並且還有巴黎的美景 美麗的郭雪芙 當然還有他火腿店滿滿的回憶 好 漂洋一下你的裙子很漂亮 好 雙下巴小心 雙下巴 好 其他地方都OK 好 可以嗎 大哥 謝謝 幫我們挑美麗的照片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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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注意中間 謝謝 好 所以 好 今天就是我們非常非常隆重的 生日會寫真書 一批記者會 三合一 謝謝大家 謝謝 來 麻煩電子聯訪 好 你需要服裝嗎 沒有齁 直接在台上齁 OK 好 謝謝 謝謝 稍微吃一下聲音喔 我拿不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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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等一下喔 好的好的 好的 滑掉了 可以嗎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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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